謝謝主席,我是不是先請一下陳大使 大使早,我想進一步請教您 剛剛林玉芳委員特別提到APPU的問題 那大使也做了一些回應 不過你剛剛有一句話,你說國會跟行政部門都是支持我們 我想更進一步請教一下,您住泰這麼久以來 你見總理或者是見他們領導人的頻率有多高? 可不可以進一步說明一下? 我跟委員坦誠的報告,如果你要去約見,不可能 所以你沒有見過總理,你住泰三年來沒有跟您嗎? 但是我們在各個其他場合見過幾次 我們最近的一次就是我帶著他去參觀我們的精品展 我就站在我旁邊,泰國媒體 就我們台喬台商所辦的活動裡面,非正式的場合就對了 對,這個也算是正式,它不是非正式,它是泰國邀請的七個國家 在展示他們的精品展 中華民國台灣很有幸,是受邀的國家之一 所以總理在這個場合裡面去巡視各個攤位 他對於我們的精品展,尤其是我們折疊式的腳踏車,非常有興趣 所以我有幸帶著他,就跟他介紹一下 好,那大使你覺得這個泰國官方相對於跟你的相處 以及跟中國那一方面的大使的相處 你覺得他們對我們的態度是怎麼樣 或者換句話說,你在跟泰國官方做正式接觸的時候 是否有感受到中國強烈的壓力 這個壓力可能不只在你這一方,也可能在泰國這一方 我跟委員報告,在接觸的過程當中,尤其是社外部門,它是有 但是經過我們三年來的努力 它是有壓力的,這個壓力是多大 我覺得是曾經我在簽署完這個兩個協議之後 他們有去外交部門抗議 你說中國的大使有去他們的外交部抗議 他們有派人去 那泰方呢?泰方是什麼樣的態度? 泰方就是還是繼續跟我們簽了第三個協定 所以我想我們跟中國在泰國這個涉外事務的努力 是各自努力 我當然知道我們在很多外交工作上 其實都遭受到中國非常強大的抗議壓力 所以你們在駐外的時候 其實在外交的推動上有遭遇到相當大的阻力 但是沒有悲觀的權力 所以你們還是會持續的努力在泰國這一方 好,那另外我想再更進一步請教 現在因為泰國的政爭其實大家一直持續在關心 我知道我們外交部已經把對曼谷的旅遊警示提升到黃色 那但是香港已經在前兩天把它提升到紅色 大使可不可以請你進一步的分析說明 台灣有沒有必要把我們的富曼谷的旅遊警示提升到紅色 現在目前泰國尤其我剛才一開始講過到今天為止 它今天因為是國王的生日 所以大家都很平靜 我們在做旅遊警示的調試 它有兩個指標 第一個就是我們國人 他的旅遊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第二個你要參考其他先進國家 大家對這個事情的看法 所以到目前為止 其他的32個國家 都在第一時間提升了旅遊警示的內容 燈號沒有調整 但是我們國內 因為我們對於我們的國人 不但是要旅遊生命財產的安全 第二,你還是要顧慮到他的旅遊的自由 所以黃色的警戒它是非常恰當的 主要的原因 黃色的警戒是提醒我們的國人 如果去泰國旅遊 你必須要注意 比方說不要到遊行的地方去 然後我們 大使是什麼樣的狀況 讓你會這麼有信心 你覺得現在黃色就很適合 我當然知道今天泰皇生日 所以大家休兵一些嘛 那有沒有可能明後天之後 整個局勢會有一些重大的變化 那是不是我們要提早因應要提早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事件開始之前 我們代表處置成立了緊急應變小組 24小時在觀察 我們隨時隨地會針對當時的狀況 隨時隨地做調整 但是以現階段來講 它黃色是適當的 OK 好這個大使我想 這個關乎於我們的這個國人旅遊的安全 也我們在當地也非常多的台橋台商 我想這個部分可能要請這個我們駐泰代表處跟外交部 要持續密切的去觀察 好來大使來請回座 我是不是請一下謝大使 來 謝大使 這個我想要恭喜您啦齁 你這個駐新加坡短短的時間之內 所以這個台新的這個貿易協定 已經簽署完成 您認為這個是我們跟新加坡的關係修補有成 我知道我們跟新加坡的關係在前任的大使 史亞平大使的任內 降到了最冰點 那您上任短短的時間之內 就促成了一個這麼重大的協議簽訂 您個人怎麼看這件事 我絕對不敢說 是我個人的因素 我只能夠說簽署這個協定 我當天的感受 在簽的那一刻實在講 我沒有特別的什麼feeling 還是feel 但是回到辦公室 開始看到媒體的報導 坦白講 內心這個澎湃激動嗎 有這樣的感覺嗎 大使 差不多 差不多啊 所以你覺得你在這一段時間之內 你在新加坡其實做的 但是我強調 不是我 我個人 我想這是大家重視我們 國家的經貿實力 也願意讓我們藉由這個協定 能夠參與區域經濟的整合 假設我們沒有那個實力 沒有人會跟你簽這個協定的 相同的問題 我想要也要請教一下謝大使 我剛剛問了陳大使 他跟這個泰方 總理啦 或者是一些高層人員見面的頻率 您呢 您在新加坡 如果您不認為是您修補有功的話 您可不可以借這個機會跟大家說明一下 您在新加坡這一年多來 您跟新加坡的總理 或者是跟新加坡的高層 你們見面的頻率多還是少 我只能夠說 氣氛如何 我不能夠公開的在這邊 不方便就這方面提出任何的說法 但是請委員放心 這個我們是有相當的在這方面 我個人覺得有 你一直欲言又止 我不知道你的這個顧慮是什麼 你跟他們見面的頻率 都次數多還是少 至少這個可以講吧 我覺得 我們不講誰了 我覺得相當的程度 有相當的程度 都是層級相當高的人 跟您在新加坡有良好的互動 是這樣嗎 呃 沒錯 好 那我要再進一步請教你 你跟他們見面的時候 多數是在哪裡 是在您的官社嗎 還是在外面的餐廳 我會這樣請教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審查預算的時候 大家對於這個官社的問題 其實是有一些質疑 那當然當時外交部長的緩假 他是說因為這個官社住到這麼大 其實有他一定的必要性 那這個必要性就是說 他常常需要在那裡 招待重要的訪兵 大使 你的官社 有沒有曾經在那裡 招待過重要的訪兵 你不需要告訴我是誰 但是有沒有 這個使用的指數頻率高不高 有身分比較敏感性的 我也可以跟委員報告 從去年八月簽到這個住宅 到現在為止 我辦了十場以上的大型活動 宴科人數超過兩百人 那麼新加坡跟我們都一樣 是華人的社會 對於三節都非常重視的 所以三節 這個職務室是一般 我們就開放讓政要進來 所以這個官社是你去年八月才把它簽過去的 對 那你說你比照的是過去的 過去的大使 都是以這個規格嗎 以這個平均的大小 或是以這個租金嗎 基本上我們搬遷到一個新的地方 租金不超過原來的租金 那這個房子的面積會稍微大 純粹是屋主 對於我們國家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希望他的大使 能夠有一定程度的尊嚴 所以他願意把那麼大的房子 以低於市場的行情租給我們 是這樣來的 大使你可不可以進一步說明一下 大概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們新加坡的大使 會住到這麼貴的地方 那個是在 因為我們差不多平均的 你們大概就是68萬為基數 九十六年十一月開始 九十六年我剛剛查了一下 當時的大使是胡維珍 胡維珍你做了沒多久就跑回來 幫馬英九競選 所以是胡維珍開始 胡維珍開始 我現在不管是誰住那裡 反正我看的租金大概是 那個期間 意思就是說 從胡維珍當大使開始 新加坡的大使的房租 就大概是68萬 這個可能要請總部 是不是有總部來說明一下 呃 那個 還是是因為你的前任石雅萍大使 住得比較好 住到68、69萬的 所以你大概以這個基數為一 他的29萬也是從他的前一個房子3萬減下來的 而我的呢 雖然是同樣2萬9萬 可是我不必支付保養費 所以實質上是更低的 但是 面積大是屋主願意 以那樣子的面積租給我 我也沒辦法說 我不需要那麼大 請你把100坪割掉 這個我現在可以理解 你們外交部要不要說明一下 你們是從胡維珍的時代 開始就租這麼大的房子嗎 就開始租69萬起跳的房子嗎 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我上次在預算完已經跟委員說明報告過 因為新加坡它基本上它的租金 它的規模 它的房價水準就是 就是比其他地區要貴 所以基本上我們如果說 大使要住到基本上還可以的地方 基本上它的行情就是這麼貴 所以事實上我們在那邊租的地方 利潤大概就是這個行情 當然我想我們上次部長這邊也跟委員報告 當然我們部裡面會來檢討 會檢討重新評估 那你們檢討的範圍有沒有包括檢討新加坡 不是我們應該全球都會檢討 你們講的檢討有沒有包括檢討新加坡 如果說你這個方向的答覆的話 新加坡平均的房租是貴 英國我知道平均的房租也是貴 所以像英國大使住的地方只有59坪 但是他一個月也要到68萬的房租 對 那你們就沒有檢討的空間 你一方面又說有需要 一方面又說他們的一般的房租是這樣 一方面又有什麼樣各種不同的理由 各種不同的因素 那最後檢討的結果就是 沒有變更的必要 沒有檢討改進的必要了 這只是一個推託敷衍立法院的說法 事實上我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這個外管的職務官司 委員會也凍結了 我們要我們重新來提案報告 我想給我們一段時間 事實上我也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外管的租約 事實上都有一個租期 我當然知道這裡有一個租期 所以你這個租期你包括這個新加坡 它的租期是到2015年才屆滿 所以你即使今年要檢討 你也不可能請現代表搬走 那你們的檢討基本上也是一個空的 立法院只是動一個好玩的 動了一千萬 已經起個頭長期來講 這個部分我想不允會注意 我期待看到你們正面的檢討報告 給部裡面一點時間好不好 OK 謝謝